我只想說問世間情是何物啊 北農時期的韓國瑜跟柯文哲 一同接受質詢到了2023年 藍白討論整合之際 柯函不會言也見過面 凸顯雙方好羞情 此時卻傳出柯正寅之所以跟侯友宇 談不出共識 是因為他心有所屬的副手 其實是韓國瑜 戰略目標是在選舉獲勝 來到政黨輪替的目標 所以應該思考 邏輯思考是說 怎樣可以形成一個最強的勝選組合 沒否認言下之意就是確實有動念 但背後的算計恐怕還是想吸納 更多藍營選票 韓國瑜是一個很特別的 現在國民黨的一個角色 誰跟韓國瑜在一起 誰就有人氣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如果以列解國民黨的角度來講的話 如果能夠趁韓某種程度上 對於這個所謂的讓柯粉極大化 或者說讓柯跟韓粉一起共辦 這對於這個柯文哲當然是有利的 柯文哲若能拉攏韓國瑜加入 除了韓粉之外還可以爭取郭粉支持 等於把郭台銘另類整合進來 或許這樣就可以削弱侯友宜 某種程度就是把國民黨侯友宜邊緣化 所以這有他的政治盤算在裡面 但對白銀來講 他不需要證實 不需要否認 因為他只要去享受這裡面 得到的政治利益就好了 韓先生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就哇 我嚇一跳 都意思是什麼 其實他已經現在目前選擇好了 自己的角色 他看的從來不是自己的位子 明白明白 韓家軍代替韓國瑜公開否認 科辦主任周玉秋也說 別在這個時候挑撥離間 有心人放話柯寒沛 侯友宜陣營也打死都不退 歡迎新聞林博安李鼎強 台北採訪報導 最具爆點的正式內幕 攸關荷包的財經動態 解析社會萬象 探討國際大事 週一到週五 晚間十點請鎖定 歡迎一把抓